然後我們這個香腸啊 我們會把它做刻花的動作 一邊切 這樣子它的油脂就會滴出來 然後它在受熱的時候啊 那個蛋白質就會固化 就會慢慢就是像一朵花一樣這樣翹起來 那像我這樣經過切過之後啊 一邊烤它油會低調一些 吃起來比較健康 然後這樣蒜頭塞上去的話 它有一種像爆香的感覺 所以吃起來會比較不會那麼的嗆 這是我們高雄六合夜市才有的爆竹香腸 我阿公大概在民國五十六年的時候 就到了六合夜市這邊來創業 那當時賣的產品就是老牌花之根 是以現在六合夜市來講 算是元老級的一個攤商 那時候是用現草的方式生草 一個特色就是在於 我們會用那個焦糖的香氣融入在我們羹湯裡面 這個是當時在夜市那邊是從來沒有人做過 這是現在沒有洗澡的 這是左轉的現在沒有人在賣的 嘻嘻嘻嘻 我覺得夜市的環境我還蠻喜歡的 很Cheming它很迷人 你有待過夜市的人才知道 每天都是未知數 因為你不知道每天來的客人有多少 那你也不知道說每一天的氣候怎麼樣 有時候會遇到花風下雨 那有時候會有地震都有可能 在夜市的攤商與攤商之間 其實存在著亦敵亦友的關係吧 同時是競爭者的 那你同樣也是互相扶持的一個伴 阿公的老家其實在桃園 那在桃園那邊有一座廟 那我阿嬤在那邊 就是經濟狀況很差的時候去拜拜 然後去求到一個錢 台語是這樣子 越冷越好 越往南走越好 他就慢慢一路這樣從桃園到嘉義 阿嬤那時候聽到朋友跟他講說 高雄這邊很棒 發展很好 所以他就轉而南部這邊來發展 他想不到真的 就像千韻上說的一樣這麼好 那時候會變成雅琪了 好 這以前 當時以前是在美國 五月六十幾年的樣子 那時候 中京國來這裡 我們這裡也吃東西 中京國 讓觀眾來這裡 好 就整個都流下來 那時候 大家都吃不好 都來這裡吃卡 我吃東西這麼好吃 像我炒的幾間 齁 坐的都吃了六千萬 一千萬 我來一次都吃五六碗 感情票 他很愛吃回去 後來我就考上了高雄參旅大學的碩士班 我爸爸就很開心 在我唸書那個時候 六合夜市慢慢開始從本地的客人 轉型成為觀光畫 觀光畫的一個夜市 國外的客人 他不見得能夠接受更堂類的產品 他會覺得很稠 然後勾欠 他們覺得很奇怪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的花枝根的生意一落千丈 我在澳洲實習的時候 接到媽媽的電話 媽媽打過來的時候 她就說 花枝根這個小吃準備要結束了 要結束經營 然後我覺得心裡很難過 爸爸媽媽那時候感覺都不是很快樂 然後阿公那時候也覺得蠻失落的 同時這時候我在國外去旅遊的時候 或者是實習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國外的餐車小吃 不論是服裝阿衛生阿等等 都做得非常的好 而且不像我們台灣的傳統的小吃店 他們就是可能穿個拖鞋阿 然後穿個吊嘎 然後我會覺得說 如果說你好好把自己的服裝阿衣容阿衛生阿 做得很好的話 那自己尊重自己的產業 相對的顧客他也會敬而尊重你 大概在2017年的時候 我們有跟家人討論過 決定還是想說把住出去給別人做的攤位收回來 那時候爸爸媽媽其實還蠻抗拒的 因為那個是他們在那邊曾經有跌倒過的地方 那對他們來講要再鼓起勇氣 回去那個他們的傷心地吧 對他們來講 是比較不能接受的事情 過程中也透過好多的討論 然後他們才鼓起勇氣說 那不然乾脆我們還是回去做好了 那時候因為花枝的原物料上漲 所以我們後來就沒有繼續再賣花枝根 為什麼會賣香腸 媽媽那時候打工的時候 然後就是在外面在做一些工作的時候 他發現到賣香腸的這個市場 我覺得說其實 香腸這個事業也不是不能做 我是首先先從書籍上去翻閱 然後會去請教所上的老師 看香腸怎麼調整 會調到最適合的那個口感 我會要求我的爸爸媽媽 就把我們的專業呈現出來 所以會要求他穿制服 剛開始會覺得怪怪的 習慣了以後就不覺得可怎樣 那我們的香腸的特色是 它肥瘦比大概3比7 它裡面還有一些手切的油角 就是那個肥肉丁 它加在我們香腸裡面 吃起來口感會比較Q 除了搭配自己的一些比例之外 還會加入阿公當年在炒花枝根的時候 焦糖的這個元素 把它融入到我們的香腸裡面 大波高麗 謝謝啦 他們的香腸都會塞蒜頭進去 然後讓蒜頭流進去烤 那這個東西是比較 通常一般大腸爆炒糖不會做的 因為可能就是香腸烤完之後 就直接吃了 如果直接吃蒜頭 蒜頭會太嗆辣 除了豬肉的甜味之外 你可以吃得出來 它裡面還有焦糖的味道 再加上蒜頭的那個嗆味 其實搭起來是滿 就是滿豐富的我覺得 除了爆竹香腸之外 除了爆竹香腸之外 我們店裡還有賣大腸爆小腸 很像美國的熱狗堡 裡面有黃芥末 很特別 然後用料也滿豐富的 很香腸口感喔 就是它溫度是夠的 所以它嚼起來會比較Q 剛回到夜市的時候 大家也是會 會調侃吧 也是會在開始講啦 講說阿你都讀到碩士了 那你怎麼會還繼續回來夜市白灘 我覺得說 這是我們 從阿公那個時候流傳下來 還是想說在夜市可以繼續經營 也算是第三代的這種責任 把那個焦糖的香氣融入在香腸裡面 我覺得那也算是一種延續吧 其實我自己心裡有一個滿大的夢想 我希望可以把我的攤子擺到國外去 那我希望可以讓更多的客人 知道我們的爆竹香腸 那也可以讓更多的客人 體會到台灣的夜市文化 這個待完在那邊前 待完在那邊前 台灣香腸 多講